因為這個 你說其實最近基層真的有在發酵 是希望郭董出來的 那現在狀況怎麼樣 郭董有起心動念嗎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朱立倫現在有一招新的 擴大決策圈 我把趙少康 韓國瑜 侯友宜 盧秀燕 都找來了 大家決策嘛 反正這個黨不是我一個人的 到時候大家一起承擔啊 問題是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這個決策圈 誰會來 來了之後呢 到底要聽誰的 你怎麼看朱立倫這一招啦 然後呢 這個馬上的這個叫迎接這個2024 可是你看大家都已經講到2022啦 就大家現在已經講2024了 2024許淳華說韓國瑜是 不會重回政壇了 可能嗎 那反而是現在勸進郭台銘的人又很多 你有怎麼看這個亂象 我們過去跑國民黨的時代 那時候他們有上千億的黨產 可是現在連一個衛生紙都沒有 而且如果要回補這個衛生紙 還要有一段時間 那所以連一個衛生紙 都搞不定的國民黨在朱立倫的帶領下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很遺憾 第二個擴大決策圈的建議怎麼來的 就老趙啊 趙剛剛提議啊 那就是一副要集體領導嘛 他們現在連集體領導的能力都沒有 怎麼說 侯友宇會加入嗎 盧秀燕會加入嗎 韓國瑜會加入嗎 那只剩下提案的 老趙嘛 老趙一直說 那雨晴你不聽我的 你現在是擴大決策圈 你把我加進去 我們整個戰鬥欄進去 那 我就不會在 至少不會在外面 我進去我跟你講啊 那請問 朱立倫你如果現在說好啊 好大方啊 那你就身體力行 你就到桃園去選市長 因為老趙建議你啊 老趙的決策就是建議你啊 對啊 去選桃園市長啊 對啊你就主帥聽清真嘛 那你願意聽他的嗎 對不對 誰的決策才是決策 所以這個決策圈不在於大 不在於小 而是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 正常的決策嘛 而且朱立倫我不認為 他這麼自私的一個人 這麼自私一個做法 他連戰場我都可以默默的 這個潛伏在那邊 把我的真正的想法 在你連續敗選之後 叫林濤宣布說 過去的框架任務 到此為止 都可以隱藏自己的私心哦 私心哪裡來 連江啟成 之前他前任 他們所沾染的一些 或者說所提案的 就是公投裡面的議案 或者是說他們開了戰場 他可以不認啊 這麼自私的 他自私要達到目的嘛 對 他在精算啊 精算什麼 他們說我要走中道 走中道是什麼意思 如果他未來想選 或者是說 好我們就說 說他要促成別人選國民黨的 總統候選人要拿回2024 他一定要擴大他的基本盤 他一定要擴大他的選票的這個 範圍嘛 要拿到中間嘛 所以他要走中道嘛 所以就說 你們這些人 其他人太激進了 那所以過去了 就過去了 那我說那你這三個月 你黨主席 幹假的啊 怎麼這麼不誠實呢 沒開嘛 李德維那個鬧字 很多人是想貼在他頭上的 貼在朱立倫頭上 你講穿了就是no嘛 那我怎麼寫就不好了嘛 不妙了嘛 你這樣幹沒有人會同意 而且大家會氣憤嘛 氣憤無處發洩的時候 背後反應的就是說 他們對這個黨主席覺得 那你其實跟外界看法是一樣 你怎麼會幹這種事 你怎麼會這樣 那啟示你一個說好呼應趙康 我們擴大決策圈就算了呢 就結束了 我就不相信你會分權 那你說右邊這個 林敏玲跟那個 許淑華是我來賓 我禮拜一禮拜二訪問 是他們在節目中談到的 很談到他們開放性談 當林敏玲他現在是 紅派到也是台中市 國民黨黨部主委 他就很坦誠的檢討一些事情 包括盧秀燕是不是可以早一點出來 那當他在題外的突然 他就蹦出一個說基層 不過講他個人意見 說基層有聲音說叫郭台銘繼續出山 那我聽得很訝異 因為我才聽到高雄也會要腳 也提到類似的 因為老虎軍團勝在全國各地沒有散 就像是韓粉復出的時候 因為韓國一個見面會你知道 吳敦玲那派人就出來打了 就是說這些在國民黨內的那個粉磚啊 或是他們的各種旗組的這種現象 並沒有解散 老虎軍團始終都在的 所以當你有人 韓粉會喊說 朱夏韓上 老虎軍團沒有動作嗎 他們有他們的組織嘛 所以是這樣的局面 但是我跟大家講 許淑華我先回應 我們當然是尊重 而且某種程度要相信許淑華他的談話嘛 那可是我也要跟大家講 韓國瑜何許人言 韓國瑜是任何想法 不出他的腦袋 就算出也有三個人知道 記不記得我跟大家複習一下 他連黃文財那麼晉升的幕僚 都不知道他那時候 坐車往台北市長不走啦 他竟然要去登記選台北市長 那時候已經是 建在協上已經是 內定是高雄市市長 黃文財是在車上才發現不對勁 難不成他要去登記選台北市市長 只有李嘉芬知道 只有李嘉芬知道 那同樣他選總統也是只有三個人知道嘛 所以韓國瑜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就先表露心機讓人家看得出來 我也訪問過謝榮介這幾個都是 比較清寒的 謝榮介是說他 謝榮介更是他更早訪問 他是說他從來不跟韓國瑜 不敢碰他那個問題 所以剛剛我們的韋航老師也是很妙 我也覺得好有趣啊 那不知道韓先生有沒有他 周韋航老師這個智慧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意思 末修路 救我啊 的確啊 你看董中文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個智慧 是先排好給你看啊 那這intro的陽差就是末修路 你不要把我的路給封啦 中啊 中啊 但我覺得這我們開開玩笑可以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智慧去編列這個長頭詩 當然啦 直接否定智慧 他會說 莫修路 叫我叫我 他也不是這樣的一個會表露心機的人 相信我 他從來不會表露心機 猜不透的 而且這麼遠他現在告訴你 我要怎樣嗎 都是只有韓粉再喊一喊嘛 所以我寧願相信比較近身的人 但我跟你講 就我也常講就是說 我們總是要有個訊息嘛 那我也是靠著發通告 他們像劉悅彤來上我節目 好好的談了一下 那劉悅彤他是九成以上 郭董他不會再選了 那我們先排除 但我另外的訊息得到 也是很權威也是接近郭董 我不敢帶郭台銘這一方 透露什麼訊息 但是我講的接近一點就是說 郭台銘他有自 他還是表露他不會 不想選這個議院 選總統議院 但是他有心儀的正副總統的組合 他有這個搭檔 而我知道大概搭檔是誰 可是這是轉傳的 不是他個人那麼直接告訴我 但是我會往這個趨勢是觀察 如果國民黨再踏不出來 再沒有中間那一塊 當初郭台銘不是 那時候跟國民黨分道揚鑣 當時候大家在觀察就是說 他跟柯可不可以談起來 因為他們站在是 非藍非綠的中間這一塊 所以他代表一個勢力啊 那我就不相信你國民黨 再把郭台銘重傷了 而你們現在的決策圈 大概只有老趙可能還跟他是朋友 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夠連郭董都搬回去 我覺得國民黨到此刻為止 真的是令人大搖其頭啦 好好的看怎麼樣大破大力 脫胎換骨 你先從哪邊做起 你先把衛生紙補上 一個湯大打 那個衛生紙都沒有了 開什麼玩笑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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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